记者杨国文台北报道,桃源市租房子卖小笼包的51岁男子林亲人,前年为了是否退还8000元鸭族经起争执,竟一时恼怒失控,拿水果刀割后杀死房东古男的84岁母亲、64岁姐姐,骑车逃亡近80公里,并自杀不成被逮,高等法院认定此案虽为两公约的情节重大之罪, 但林犯后均坦承犯刑,数度表示悔悟,且非欲谋杀人,惊人叛林无期徒刑,耻夺公权终身,可上诉。 听讯后,道庭林犯的谷家人难过到说不出话来,批评我们探听过承犯此案的何一庭不会判被告死刑,不判林难死刑,我们只家属不意外,但不愿意表态是否上诉。 不过,此案一审判无期徒刑,检方上诉建请高院判死刑,检方倾向上诉,加上此案是职权上诉案件,依法高院需主动上诉到最高法院。 判决指出,林前任未婚,2013年7月,她以每月8000元向中立中华路古家,长此租下一楼充当鲜肉包店面。 房东母亲古里二妹住二楼古南当初收下16000元的两个月押金后,约定每月8000元租金交给老母亲充当生活费。 而住附近的房东姐姐古丽猪,64岁,每天都会来探视母亲,不料母女同遭毒手。 古南2016年1月底向林难表示,因一楼后方加盖的厨房未欲占用到亲戚土地邀差。 除,要求提早姐约搬离,但林难以租约未到期,不愿搬离,直到古南同意可用压金扣抵租金,林前才答应二月底后不再需租。 同年二月底,古丽猪又来探视母亲,并向她催收二月份8000元租金。 她告知汉古南通过电话,不是可从压金扣吗?但古姐拒绝并扬言报警,她奋而将古姐推倒,再持水果刀砍杀。 古老太太回家目睹女儿被林贤砍倒在楼梯前走道上,正要逃离。 林贤竟将她拉进屋内自杀多刀,再将其事绳堆她在女儿身上。 直到案发当日晚间11时时,古姐同居男友发现她为返家到古家查看才发现母女惨遭杀害,急忙报警。 警方据监视器画面锁定,林前涉案。